英雄联盟洲际系列在全球开战,亚洲对抗赛门票即将发售。 Riot Games 与 Garner 于今日 5 月 26 靠隆重宣布英雄联盟全新世界级赛事, 英雄联盟洲际系列赛 Rift Rivals 即将登陆台湾。 英雄联盟洲际系列在战区横跨全球四大洲,其中实力最为坚强的亚洲三大赛区, 中国 LPLs 韩国 LCK 以及台港澳 LMS 的 12 支队伍将于 7 月 6 靠 4 至 7 月 9 号日齐聚港都高雄,争夺,英雄联盟亚洲对抗赛总冠军殊荣。 英雄联盟亚洲对抗赛,7 月决战港都。 Riot Games 与 Garena 今日在台北。 Garena 电信馆举办,英雄联盟亚洲对抗赛。 赛前说明会,也邀请到众多亚洲对抗赛合作伙伴嘉宾以及台港澳赛区。 4 支参赛队伍闪电狼,FW AHQ J Team M17,代表一同出席。 Riot Games 台湾与东南亚区总经理。 Wayne 在记者会上正式宣布,本次英雄联盟洲际系列赛将于 7 月 3 靠 1 至 7 月 9 号日在全球五大战区同步开展,而亚洲对抗赛将于 7 月 6 靠 4 至 7 月 9 。 9 号日在高雄市高雄展览馆全面开打。 英雄联盟洲际系列赛除了亚洲对抗赛之外,还包括北美,NALCS,与欧洲,EULCS,独立国写,LCLZ,与土耳其,TCLZ,南北拉丁美洲,CLS,LNLN。 与巴西,CBLOL,以及东南亚,GPL,与大洋洲,OPL,与日的,LJL,这场横跨四大洲,五大战区的经典赛事即将同步展开。 又鉴于电子竞技在全球的蓬勃发展与茁壮,越来越多的民间企业,职业运动联盟,媒体等等,都陆续投入了电竞赛事的领域。 Riot Games 为了让更多有志参与的伙伴和选手们都有尽情挥洒的舞台,今年特地在 三分之七,至九分之七。 这段期间,全球同步举办英雄联盟洲际系列赛,而亚洲区赛是亚洲对抗赛的举办城市就落脚在南台湾的高雄。 亚洲可以说是英雄联盟的一级战区,全球顶尖的四大赛区亚洲就占了。 3. 习, LCK, LPL, LMS 台湾在政府与玩家的共同支持与努力之下,在电竞领域有助极大的发展潜力,而台湾队伍在国际赛事中也有助优异的表现屡创佳季,已经有实力能和中、韩、欧美赛区列强并驾齐区,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选在台湾举办首次亚洲对抗赛的原因。 卫尼表示 亚洲精英齐区港都,区域对抗谁能称王? 本次英雄联盟洲际系列赛将以区域对抗为主题登场,每一支战队间的关系就宛如宛罗展大陆上的各个城邦相互对抗,彼此之间唯有实力才是决定一切的关键。 而,Riot Games 台湾与东南亚区行销与电竞总监,Coddy也来到现场,与媒体分享本次活动赛制,公布英雄联盟亚洲对抗赛的参赛队伍以及赛程和场次。 LMS4 LMS4 对代表共同宣誓 力怕讲流台湾 活动最后由 Riot Games 台湾与东南亚区行销与电竞总监,Coddy邀请闪电狼,FW,AHQ,J Team,M17,代表上台,分享备战亚洲对抗赛的心得,各战队也期许将首次英雄联盟亚洲对抗赛冠军金杯留在台湾。 M17 领队 Adam表示,之前的一个训练专主在磨练每位选手墙项,充分备战挑战。LCK,LPL队伍,M17 相信能够有一番作为。 针对巴西斧落幕的MSIG中邀请赛颁奖嘉宾邀请到足球巨星罗纳杜担任颁奖人仪式,J Team领队。 Willi也保证会回头请示老板周董,看看是否能有这样的机会邀请到亚洲天王周杰伦前来颁奖。 A HQ赢连长,Henry则是提到。A HQ会在选手调柱上做最好的调整,并加强适应新的。Meter,充分准备挑战亚洲对抗赛。 闪电狼领对小碧则表示从MSI回来之后,选手们更加了解到准备永远没有充分的一天,只有不断努力增进自己才是重点。 所以即便刚从巴西反台休息没有多久,闪电狼也是立刻投入训练,备战即将开始的夏季赛以及亚洲对抗赛。 全家。Fail Report 6月引爆售票。 亚洲对抗赛即将于6月份开始售票,本次票券将与全家。Fail Report合作贩售,但目前正式的贩售日情还未公布,玩家可关注官方网站等待进一步的贩售消息。 本次赛是每日共有。4000。 习,每个比赛日需分别购买。 大赛现场将设置有英雄联盟周边销售区,提供首度与台湾曝光的全新商品给玩家。 另外本次活动也将与群木贝果进行公益合作,提出部分入场券进行公益销售,售票所得,约新台币。 30万元,将捐赠给予公益单位,并抽出一名幸运玩家可以参加次次全参赛职业战队专属的赛后派对。 娃罗燃艺术季同步登场 艺术创作 英雄联盟周际系列赛让各赛区所有职业队伍有了竞技的全新舞台,但为了充分演绎瓦罗燃大陆上城邦间区域对抗的精神,瓦罗燃艺术季也将正式登场。 Garrener将征求台港澳玩家发挥想象力进行创作,不论是精彩的绘图,动人的音乐,还是创意的手作,都欢迎玩家踊跃投稿,一同加入瓦罗燃艺术季的创作行列绝诸艺术殿堂的荣誉。 每项目票选前三名以及佳作奖得主都可以获得丰富的奖金,每奖作品,音乐项目外,将会在英雄联盟亚洲对抗赛的现场展出,只要上活动网页投稿或完成票选,就能让全亚洲坚持台港澳的创作实力。 以上活动内容皆宜活动网站公告为准,且,Riot Games与Garrener保有最终修改权利。